快看快看 这个女人竟然睡在狗窝 而且睡得还格外的香 这可把房东阿姨都整无语了 忍不住吐槽 质酒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学狗子一样伸展身体 你还别说 这套动作看着还真爽 质酒回到屋里 吞下两颗生鸡蛋 再来上一杯水果醋行酒 随后就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可她才刚开播 突然一个喷嚏 直接给自己肋骨干抽筋了 导致她无法直起腰 很快她就来到医院查看 医生告诉她必须得戒酒 同时要进行真酒治疗 而她的两个闺女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质言一觉醒来 竟发现脸上长了一个痘痘 这让她忍不住痛哭了出来 她急忙跑到医院询问医生 得知是因为喝酒 才导致她长了红疹 而另一边的朝夕更惨 在公司开会时 频繁忘记自己原本想要说的事情 还被她最讨厌的拉她上司吐槽 下班后她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对她的建议同样是戒酒 可对于无酒不欢的他们来说 没有酒就等同于行尸走肉 思来想去 他们还是决定去老地方小酌一杯 老板为他们拿来三瓶烧酒 他们却退掉了两瓶 说喝一杯就只喝一杯 谁喝多了谁就是狗 可一瓶酒给他们塞牙缝都不够 看着还剩下一大半的食物 他们开始给自己找台阶下 浪费粮食那是可耻的行为 于是朝夕又拿来了一瓶酒 但这次酒还没喝完 下酒菜却吃没了 于是他们就陷入了死循环 直到他们同时解决掉酒菜 餐桌上早已堆满了酒瓶 可嗨的三人来到便利店 想起他们这次聚餐的初衷 于是和收银员商量只买半瓶烧酒 他们每人只喝一杯就行 这可把收银员气得干疼 他不耐烦地走到垃圾桶前 想要倒掉半瓶烧酒 可嗜酒如命的治酒 哪里舍得浪费 直接一个飞扑上前 张嘴接下了倒掉的酒 真的是一滴都没有浪费的 瞬间小姐姐就被惊出了表情包 可让治酒没想到的是 上一秒还直不起来的腰 竟然奇迹般地摔好了 这简直就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而治言脸上的痘痘也自动爆开了 就在他们开心的手舞足蹈时 朝夕也记起了白天忘记处理的事情 急忙赶回公司 到了第二天 治酒和治言来到海鲜市场喝酒 突然临桌的男人搭讪 治言看对方也是两人 于是大方地同意了拼桌 可这两个男人却不是什么好鸟 猥琐难竟对着治言动起了咸猪手 这可把治酒彻底激怒了